首先,我们来准备一个生锅 放入水和白米 再把切好的萝卜干丢入水中 我们开大火,放入少许的姜 把准备好的青葱切碎 再把准备好的角肉加入三个蛋 加入少许的酱油 白胡椒拌匀 我们把准备好的三个皮蛋 用叉子打碎 接下来放入酱油和白胡椒 接下来我们要去关心一下 我们的粥煮的如何 搅拌均匀 试情况加入一点点的白开水 最后放入一点点的海盐 再把刚刚搅拌均匀的角肉放入锅中 关火 搅拌均匀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粥底 接下来要上桌了 把刚刚搅拌好的皮蛋 咬入一汤匙 加入切好的青葱 完成了 这就是今天的皮蛋瘦肉粥 év packet 咇咇 咇 jak 挤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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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咇